我們以後再聊 謝謝 謝謝 鏡頭前從不多話 國泰金控少主蔡宗翰穩穩踏上接班路 而他的弟弟蔡宗憲 鏡頭前同樣低調 其實也被清點火線救援國泰產險 以熟悉的數位長才 助產險轉型改善封控 去年該賠的都已經賠得差不多 而且該任列也任列差不多 從低點往上反彈的可能性很大 他要升任這個職位應該是不難 但是我覺得蔡宏土更大的看法 應該是在於說 因為他年紀也是要考慮到 所謂的接班的問題 是時候讓他們兄弟之間 要有一些良性的競爭 甚至要立下一些戰功 很少公開露面的蔡宗憲 就算多年前與哥哥同台亮相 兩人也沒站在一起十分低調 今年接任產險副總 據傳無人事令 只出現在組織架構 鮮少曝光的蔡宗憲 其實和哥哥一樣 擔任集團轉型重要關鍵 深受父親看重 副總產的這些開發比較多元化 譬如像物流也好 這個購物的Outlet 人整水族館 Hotel 大概都是不動產項目的投資 蔡宗憲2012年結婚 妻子蘇渝芳來頭不小 兩人低調完婚 卻也被形容為世紀婚禮 因為妻子出身隱形富豪家族 全球第二大運動鞋代工廠 侵入集團 外界推估 蘇家資產上看200億元 蔡宗憲逐漸浮出檯面 扮演自家產險數位轉型 及前鋒 與哥哥分工合作 未來角色將更吃重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 前鋒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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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